這個六個年 四五三月 四五年 非常肥 所以六個年 要幫到監獄的位置 監獄的監獄是一個 那當然也原則上 我覺得應該是 上面是三選檔 或是四種 看看怎麼到位置 當然可以去開一個全高屋招募的其中一些位置 第二件事 十點點 第六十五十三頁 五十三頁 前面五點大概知道五十八月有分 人家第六點分 那種施工期間 是指哪一種施工期間 將來的 將來的建建工程的施工期間 還是我們這次挖劫的 挖劫期間 這個施工期間 那當然因為這邊有寫要做 骨機跟安全監測器 報告裡面好像表明這個事情 監測器 那當然我不曉得 這個是特別當時是什麼時候的 什麼還是這次挖劫的期間 這個再說明一下 那第三件事情呢 大概我們也 這個圍牆本身 就是圍牆本身 周圍要不要施工期間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圍牆周圍 所以我們要去圍牆周圍 所以我們要去圍牆周圍 這個當然我們會去圍牆周圍 所以圍牆周圍 包括剛剛講的 南水溝啦 或是什麼 就是圍牆周圍 我覺得你要兩個 就是靠圍牆周圍的 有一個 請問問答案 其他委員 請問答案 請問答案 這個 這個樣子可能會是溝通 有不同的 他是不是 這個幾個委員的意見 我們還是 參加幾個委員的意見 要把它修正 工作 對不對 不知道 兩個委員報告 視覺在文資法上是要比照顧考古好 所以考古發掘的第一個階段就剛照顧的事情 你要提一個發覺計畫 發覺計畫一定要經過文資會的審查 當然老師可以說是修正後通過 然後這樣的計畫他才可以下去做視覺或發覺的動作 他一定會有那個過程 所以今天還算馬倒是勾 但是可以付出請他們修正什麼優點的調整 那跟老師也報告一下 這個是其實以前在這個華方社區拆的時候 有一個彈數 那當時是希望說以後只要開發這幾塊地的時候 這個地就要做視覺 那所以這個牽測層面就會比那個古圍牆寬一點 當然現在我們以古圍牆的水 去做這樣的一個視覺計畫 那在這一塊的開他的地上面就要出現今天來審這樣的計畫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跟老師找到 那就是開發單位其實 他下一階段 因為他是蓋大樓嘛 他勢必可能會挖到四層樓以下 其實在下一階段如果有必要 他視覺有發現的話 他要啟動那個監看的機制 就是他考古的時候 如果發現真的有東西 他下一階段在全面開發的時候 他還有要做監看的動作 那要依據他這個報告來看 要不要做下一個動作 好 謝謝 你接著做這個東西 剛剛 所回復的那個意見 沒有人知道 到總是要做的是 就是圍牆的遺址 還是台北監獄的可能的遺址 可能的那些就是範圍內的那些 那些基礎或是構造等等那些事情 圍牆是這一次的主要的一個目的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跟圍牆比較有關係 對 但是喔 那個剛剛就李老師已經講了 其實我們這一次比較希望他 是瞭解整個圍牆 但是過去在這個 華光社區的案件裡面 只要開發 包括今天這塊還有我沒有開發的 都要做視覺的動作 所以 對 其他的點其實就是配合 以前華光社區的決議嘛 好 那如果挖到呢 我們把它定為古蹟 好不好 所以 老師 這個的危機就是 真的如果有挖到 它就要靜穩之會 你剛剛已經講了 對 好不好也有可能 就不能蓋設廠 因為它比圍牆更重要 對 他會穿那些地方 對 我們就辦法整定 對 好 大家好 我示範三個修正的意見 第一個 視覺的位置 原則上也為 圍牆的依止為原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他位置的探陷 如果有出土木 另一文則法治相關規定版 第三個 所以我來建議 因為視覺的目的是 瞭解原有的 清單建築構造 所以我建議 你們這個除了考古學 應該要考慮 有一些清單建築構造的學生 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就視作這三個修正的意見 請大家投票 剛剛那個案的就是 學官內部專業所 有回避四個人 出去的十七個人 十六人同意 一人不同意 超過半數 所以同意廢棄 OK 那這個案子 我們就請他們在做 可以 接下來我們請大家來建築 請議案發 愛由大同區永惠國民小學 改善由合作榮 沖啟榮 文化自然像是審議案 辦理情形一 本岸建物位於大同區 延民北路二段二六六號 坐落於大同區延民段二小段 五九所定號 建號為延民段二小段 一三八一建號 福地級建物為室友 管理單位為永樂國民小學 辦理情形二 單校於一零八年八月三十日 提送直接建物資料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根據一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招拍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感恩樓合作樓創新樓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出席列策追蹤審查會刊 結論為具文化資產顯力 建議啟動文化資產審查程序 辦理情形三 本案稅由本局秉職 選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一零八年十二五十日 邀及其前郎委員 民附國委員 張坤政委員 劉淑英委員 朱英平委員 交拍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 結論略以 出負認定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陸為歷史建築 須送本審議會審議 法理情形四 專案小組委員 意見請委員 詳參紙本資料 這是本案地級地形圖 紅色的框為範圍部分 藍色為建護範圍 左側為創新樓 前方為合作樓 右側為感恩樓 這個是航照圖的部分 左圖為108年航照圖 右側為民國四十七年航照圖 歷史照片部分 這是昭和時期有樂工學校的照片 這是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間的照片 這是建物現況照片 上圖為學校的正門 然後下圖為感恩樓外觀 跟感恩樓的走廊 上圖為合作樓的外觀 然後合作樓的走廊 那左下的圖為白年中 上圖為創新樓外觀 跟創新樓的走廊部分 文化資產價值頻率報告 請委員詳參紙本資料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英文資法 規定應遊說全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後續維持由永樂國民小學 進行管理維護 登入範圍制影響頻率 登入後對現況尚無影響 禮拜禮請同意登入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感恩樓合作樓創新樓為歷史建築 名稱永樂國小 原永樂工學校校社 總類學校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延民北路二段266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建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永樂國民小學感恩樓合作樓創新樓建築本體 建築為大同區延民端二小段1381-2建號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延民端二小段599地號 實際保存面積區域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例依據 永樂工學校創校歷史悠久 為大稻城地區最為重要之新式教育小學 感恩樓合作樓創新樓皆建於1936年 據當時哲宗主義設計風格 首廊有連續之孔行樓 二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入配置審查及補助法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一二三款登入基準 本案提起門審議會審議 必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期間使是花形dfors這一年 各式建築經驗大鬥為建築 賢永田建築剛才ー 合作樓創新樓這三棟設三層建築物 是三層樓的建築物 剛才在PPT裡面所呈現的說 它是在民國25年新建的 那是指的是學校的1樓跟2樓 因為是三棟校舍 三棟校舍的三樓是分別在民國 72年到76年間分別建築的 其實在這三棟校舍 目前學校在管理人物上遇到非常大的困擾 首先是學校的教育發展 因著時代的教育趨勢 學校的校舍不管是在室內 或者是室外的空間 都需要做足眠的修善跟更新 第二是現在的家長的需求 跟過去民國25年在新建校舍時 家長的需求也完全不一樣 因此在安全管理的回顧上 再加上現在早指化的狀況 家長對於校舍的安全 是更重要的 因此我們在做維護的時候 是否列為乳基或歷史建物 都必須要做多方的考量 第三因為他的校舍老舊 因此漏水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經過上個禮拜的下大雨 學校的一樓跟二樓 尤其是在二樓的教室 淹水淹了一半 所以其實如果要作為歷史建物的話 從專業的角度 各位委員如果對於校舍整體維修 這方面如果是方便的話 當然學校是沒有意見 但是基於我剛才上述講的三點 學校在各方面的考量上 而後續的文庫上 是否也會因為受限於 他被列為歷史建物 而沒有辦法做維修 而遭到家長或相關的教育界的一些質疑 可能也要請委員幫我們一起納入考量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校圖 台北市集合100年以上的老校 比如說永樂 太平 之前有中三國小 老收入銀藥 歷史建築指定以後 其實學校裡面我們建議 應該有一些規範 比如說你新建的房子 包括我們現在廠上的圍牆 你的水塘 其實都跟歷史建築不相互 我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校園的 還有公共藝術 有時候要蓋一棟新的房子 引護了公共藝術 又完全變成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麻煩 舉照對歷史建築的意義 跟他未來規範態度 有所訂定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剛剛指定的理由 我不會打錯了 有一個字多了一點 第二句 說他創校的喜悅酒 大道神地區 對對 最重要的 我覺得不要寫最好 會引起爭議 就是說很重要 反正它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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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校方當然會擔心 因為有分之身分 身分之後才會有一些不方便 這讓鄭主委 其他的國民小學都很好 對校友也是有一種 對 對 對 我覺得應該支持 好 那你的履歷 大概沒有你想像到的 你也有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不要說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有意見 好 謝謝 我們應該有 這個讓我們有意見 七人不息 七人不息 可以達到同意 但是我建議 這個同意 非常多同意 但是還是要修正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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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先讀一下 謝謝 我們是 總人 說在三人 維V四人 出息十七人 十七人 並同名 可以達到同意 休息 謝謝各位 有沒有臨時公理的作樣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可能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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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